在计算分数的运算提醒前 先来复习国小时就学过的音数与倍数的观念 先举个例子说明 校长打算校庆当天 由506名学生进行大会操表演 在设计队形时 王老师认为排成每列28个人的长方形比较好 陈老师却说 设计成每列23个人的长方形比较好 经由计算后发现 506不可以被28整除 也就是无法排出一个完整的长方形 而506可以被23整除 刚好可以排出一个完整的长方形 国小时曾经学过音数倍数的概念 如果A和B都是正整数 而且A可以被B整除 则B是A的音数 而A是B的倍数 由上述的例子可知 506不可以被28整除 因此 28不是506的音数 506不是28的倍数 而506可以被23整除 所以23是506是506的音数 506是23的倍数 因为506除以22等于23 即506等于23乘以22 所以22也是506的音数 小兵拿了6张大小相同的正方形色纸 想要排成长方形的形状 则小兵可以将此6张色纸排成一列 长宽分别为6单位与1单位 小兵也可以将此6张色纸排成两列 组成另一种长方形的形状 长宽分别为3单位与2单位 小兵拿了7张大小相同的正方形色纸 可以排成的长方形形状 却只有一种 而7张大小相同的正方形色纸 无法排成两列或其他长方形的形状 是因为7的音数只有1与7本身 由前面知道 对于给定的一个数是否为直数 可以由其音数来判别 但是有没有方法可以同时找出50以内的所有直数呢 古希腊的数学家埃拉托塞尼 发现了一个非常美妙的直数筛法 可以简化逐一判别每个数是否为直数的步骤 这个方法称为埃拉托塞尼筛法 且一直使用到现在 例如要找出小于50的所有直数 筛法的步骤如下 步骤一 因为一不是直数 也不是核数 所以删去一 步骤二 剩下最小的数是二 圈出二 并删去其余二的倍数 步骤三 剩下最小的数是三 圈出三 并删去其余三的倍数 步骤四 剩下最小的数是五 圈出五 并删去其余五的倍数 步骤五 剩下最小的数是七 圈出七 并删去其余七的倍数 步骤六 将剩下的数全部圈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